大家好,我是超级 今天带来的是杰官方漫画解说第二集 还没看过上一集的朋友,可以点右上角那边观看上一集哦 也在影片开始之前,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吧 上集说到,杰从业武那里得知了圣的所在地之后 杰和徒弟们便找到圣的所在地,并讨论着该如何与圣商量 但最终,杰决订阻之前往与圣商量如何逮捕金 结果完全没有想到,圣早已等待多时 圣挥起手中的魂箭砍向了杰 但杰对圣的出招顺序了如之掌,格挡了每一下的攻击 然而圣的怒火过旺,也开始有点招叫不出他的攻击 但此时,杰心中一直有这不能说的秘密 但还很想让圣知道,他所知道的真相并不是完整的真相 曾经诺克沙斯入侵埃尤尼亚的时候 身为救援队的杰,不断救援着无辜的人民 但由于诺克沙斯的兵力实在太多,杰也力不从心 于是,为了与之抗衡,杰首先按顿好人民之后 便前往军衡寺庙 而前往军衡寺庙的目的就是要拿一个名为影之类的黑宝盒 据说黑宝盒中有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暗影魔法 到了寺庙的面前,这时苦说大师向前阻拦杰的去路 并要求杰和他一起破坏这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 但杰不顾劝主进入了寺庙当中 苦说大师也紧追在后 不久之后,寺庙内竟然传出了苦说大师的惨叫声 杰这时也从寺庙中走了出来 拿着黑宝盒大声喝道,加入暗影,为固图而战吧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又只是杰的回忆片段而已 杰并没有把真相告诉圣 在格党攻击之际,杰透露了禁逃狱了 而现在的他就在外面逍遥法外 说完之后,杰立马放下了武器表示 只要他们联手合作抓不尽的话 之后的事就任由圣来处置 但圣听完杰的要求之后,果断拒绝了 圣也表示自己会阻止禁 也让杰不要插手这件事 由于杰透露了禁的消息之后 圣也决定放过他一马 给于杰最后一次忠告说 下一次再遇到你的话,我就会格杀无论 由此他们的谈判也就这样,互欢而善 在外,阿卡丽追选无果 于是他回来找圣 不料他巧遇了凯因等人 就当他们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 圣拦截了冲动的阿卡丽 随后,杰也带着徒弟们离开了 经过了这一次的谈判之后 杰依然有着自己的计划 那就是悄悄的跟随着圣 在暗处协助他的逮捕境 由于逮捕境过于危险 杰也决定了把自己的位置先让给了开营 以免引流教派会群龙勿手 但这也是杰对自己的徒弟们 所留下的最后一段话 回到圣那里,圣开始利用着自己的人脉关系 打听着有关靖的情报 而杰就一直默默跟随在后 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 圣和阿卡丽疏离了所有的情报之后 发现,靖竟然一直都在杀着 反纳务力兄弟会的人 圣也察觉到 这次的杀戮是跟以往靖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而是有目的性的 最后,他们也锁定了靖 就在这村庄当中 在暗处调查的杰也发现了巨大的危机 整个村庄都被布满了炸弹 而这一切原来都是靖的陷阱 他们中计了 其实结合圣所在的村庄 有着一个特别的习俗 那就是当有船离开的时候 当地人就会为这些船而敲舟 正巧不巧的就是 他们会敲打四下 而靖对于四这个数字 有着疯狂的迷恋 在漫画中也彻底展现在我们独者眼前 所以杰坚信靖 肯定会在敲打第四下的时候 引爆所有的炸弹 而这时,命运的桥中 响起了第一声 于是杰连忙找着靖 到底身在何处 一会儿,杰终于发现了靖竟然缠在大街中央 便冲了出去 这时,敲钟响起了第二声 靖也反应了过来便开始逃跑 这时,圣刚巧注意到了杰 于是乎圣也紧追在杰的身后 这时的敲钟响起了第三下 杰向圣连忙解释 这里布满了炸弹,要小心炸弹 敲钟响起了第四声 杰眼看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立马转身飞扑 把圣给推倒在地 随后想起了爆破的巨响 他们两人就这样 沉入了海中 也靠着一时的意识 苏醒了过来 也游上了海面 眼见靖大城的船将要离去 而杰自己是有机会跟上那艘船的 但杰意识到圣并没有游上海面 杰二话不说 再次潜入深海之中 拉着圣往海岸边游去 而近大城的船就这样渐渐的远去 在另一头 阿卡丽没被这场大爆炸给炸伤 但眼前的他发现 远方有一艘可疑的船正在离去 便赶忙问到身边的弟子 这艘船到底是去哪 得知了这艘船是去皮尔特沃夫港之后 冲动的阿卡丽又采取了行动 而这时圣也从海岸边苏醒了过来 杰指着周围这片火海说 我们必须联手起来 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阿圣的眼中除了看到杰的愤怒之外 他更加愤怒的是 杰完全没有听他的劝告 便打了起来 正因为你的冲动 正因为靖知道你的冲动 这一切才如靖所期待那样发生 我不是劝过你了吗 别插手这件事 我...我...我真的无法理解 为什么你依然选择这么做 你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导致的吗 你知道这些无辜的人没死去 也是你一手造成的吗 你知道吗 杰面对这圣的灵魂拷问 也变得哑口无言 只能意味着防守这圣的攻击 最终 杰也防不了圣的强势攻击 被打倒在地 但其实 不是杰没有能力打败圣 而是不忍心对圣大打出手 从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杰宁可放弃追捕境 反而先救圣 就知道杰的眼中 圣的生命是更为重要的 因为杰的生命也是从圣那里得来的 当时年幼的杰只是一名 均衡教派里的师徒 他无亲无故 也没人愿意把杰纳入为自己的土地 所以杰一直以来都在均衡教派中处理这杂事 但有一天 古说大师注意到了杰 便叫他来当自己的儿子 圣的陪练 可怜的杰察觉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决定了当圣的陪练 但杰心里很清楚 现在的他是不可能打败圣的 但他一直坚信着 如果他坚持的够久的话 或许古说大师就会注意到他 对他挂目相看 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陪练之后 杰的脸也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他完全没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只要让古说大师看到 他是一个可塑制裁的话 就有机会成为他的徒弟 在这样强烈的信仰之下 杰在圣侧体的过程中 发现了破绽 直接一个上钩拳打倒了圣 经过了这漫长的对打 苦说大师终于认可了杰 也收杰为自己的徒弟 但杰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圣故意放水的 也因为圣的人质 杰才有机会成为了均衡教派的弟子 这时杰又爬了起来 但杰依然没有选择反抗 而站在远处的凯影 并没有打算向前帮助杰 因为他知道这是杰的决定 到了最后 凯影看到杰被打倒在地 动弹不得之后 就是新一润的引流之主了 好啦 这里就是杰官方漫画第三第四话的内容 被打得动弹不得的杰 又会被圣如何处置呢 阿卡丽到底又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进去了皮尔特沃夫后 又有什么令人可怕的计谋 而凯影心中到底打着什么算盘 故事好像有着更大的阴谋 所以在下一集 应该也是最后一集啦 我们就会知晓这一节的阴谋 所以想看下去的话 就订阅按赞和分享吧 还有打开小铃铛才收到最新的影片 所以下一个影片见 Bye